我站出去的时候一直扔波爬 因为那时候太阳还没出来 所以我在树边一直扔波爬 我发现好像鱼的活性不是很高 因为有一条鱼咬我的耳 也并不是很积极 砰的一下没咬中 后来我发现鱼应该是退的稍微比较深一点了 因为水温还没有升上来 所以我开始换夏的 由于湖面的天气变化 波爬的最初应用并没有收获到很好的效果 这时夏利俊考虑到 鲁鱼可能开始像较深的涌层游去 于是果断换用夏 丢了自己看没有什么反应 我想钓的稍微靠下一点点 试试看 我们换一个深浅的夏的 水废水废 水废第一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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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ünf 三 wholesale 对 第四 。 。 Food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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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水沸下去滴杆 游到船边了 跟上来咬 哇 这里的鱼体型 太漂亮了 翻翻正正的 大概浅身在两米的下的 在树边蹭的时候 冲出来咬了一口 把那条鱼掉上来了 所以这是在很多自信上面 也会有很大的变化 就是每一天你会有不同的感受 刚刚我们试了很长时间的水面洗 感觉鱼咬耳不是那么好 不是那么坚决 所以因为现在起风了 早上没开太阳有点冷 所以我换一个下的 浅的深一点试试看 然后第一缸 从树边跟出来到船边以后 很坚决的一口 那就说明我的判断 在这一次是成功的 鱼可能在稍微深一点的地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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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K 半了 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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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拜拜 漂亮漂亮 继续继续 我相信这里应该还能钓到鱼 冲出来冲到我的船边 给我一个措手不及 哎呀 Shed终于告诉夏立俊 他此时此刻的判断 一点都没错 合适的地点 合适的尼尔 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太阳慢慢升起 此时的湖面已经开始起风 夏立俊意识到Shed的使命已经完成 微风带来的波浪 却是巴斯贝施展身手的好时候 现在有点小风 我想试一个另外的 我想试一个另外的 好 OK 48S贝 诶 不是鲁鱼吗 鲁鱼鱼 哇 好小啊 这个地方原来也有这么小的鲁鱼 咬巴斯贝咬的还蛮坚决的 它停在那个树边 巴斯贝一过的时候 碰了一口 你看这个鱼好宽啊 很肥很肥 哇 OK 我们把它放了吧 好胖啊 这里面的鱼都是胖子 OK OK 现在 环罩变得比较强了 所以 岸边的阴面变得比较少 所以现在的话 而且水表的水温会升得挺快的 而且我们最近这段时间钓的感觉 就是很明显 鱼往下退了 所以我现在换巴斯贝 还是钓鱼的一些反应 如果有鱼靠在障碍边的话呢 巴斯贝过去声音很大的时候 它会条件反射的去咬耳的 不良事犯 不良事犯 看前面又是一个很漂亮的尖角 应该会有奇迹 好 好 巴斯贝 巴斯贝 好 好 好 炸水那一下子好恐怖 把水滴,把水滴